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晚上的7點半到8點 收看我們股市知智人的節目 我是知智人阿豪 阿豪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跟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非常誠懇的去做一個分享 分享我覺得一個 專業的從業人員 他有資格坐在這個檯面上 他應該具備三項要素 那哪三項要素呢 第一個他必須要有 非常非常充分的一個經驗 但是除了經驗之外 其他還有三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 哪三個呢 我們一起來看 來各位 阿豪心目中 我認為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第一個經驗 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 但是除了經驗之外 他必須還具備誠信 負責 第四個是運氣 可是這三個是 一個專業從業人員 他自己可以去掌控的 那運氣的部分 他是跟著有實力的人來的 昨天這節目播出之後 我們電視機前面的一個觀眾朋友 做了一個非常非常 一個良性的互動 一個回想 他說 老師 你在檯面上講得很好啦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用同樣的角度 去做一個檢驗 去做一個評估 到底你這麼說 那你是不是真的符合 這樣的一個條件呢 來各位 我再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其實我們回顧這一段時間以來 今天這個加權指數 創下七一年以來的一個新高點 可是我相信 如果說你跟到的一個從業人員 他如果真的具備了這些的條件的話 我相信你在這一波的收穫裡面 你會非常非常的一個豐盛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有足夠的經驗 來帶領他的一個會員朋友 從這個市場上 去拿到錢 來放到口袋裡面 來 那我也用同樣的角度 來給各位親愛的一個觀眾朋友 來做一個檢視 這一段時間以來 來我們仔細來回顧 來 我們發現 從3月13號 我們昨天到這個地方嘛 那再把今天的一個行情 再加進去 到3月19號 我們發現 4月的一個台子期 它的一個波動區間 高達494點 這494點 各位這是不是一個行情 對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行情 各位 那是一個行情的話 一個專業合格的一個從業人員 心目中幾個的從業人員 他就要想盡辦法 幫他的一個會員朋友 從這個市場上 把錢放到會員朋友的口袋裡面 所以我們來回顧 那這麼大的一段行情 在這一段時間 我到底是怎麼樣 帶領會員朋友 去掌握這樣的一個行情 讓這位來看 順便來檢驗一下 阿豪是不是真的有符合 那是個條件 那這位來看喔 各位 昨天3月18號 阿豪是不是跟各位報告 我們從加權指數 我們去評估出來 評估出來什麼 它是以一紅破三黑 一紅破三黑的一個形態 應該怎麼樣去做一個操作 它會呈現一個高檔震盪 這個是不是在昨天節目裡面 跟各位去做的一個報告 好 那跟各位去做的一個報告 這邊有一個重點 來這個地方我們做一個放大 來各位 它是一個杯柄的一個狀態 什麼叫做杯柄的一個狀態 來你注意看喔 所謂的一個杯柄形態 它是類似於雙重底 或是雙重頂的一個形態 來我們直接看 當它呈現一個雙重底的一個形態的時候 並且右邊比左邊的底要更高的時候 各位這是一個向上突破 來那我們來做一個對照 昨天 阿豪是不是跟各位講 它會呈現一個高檔震盪 但是你仔細去看 它是不是呈現了一個杯柄的一個狀態 好 那狀態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 來是不是跟這個圖一模一樣 它是不是在醞釀一個杯柄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它向上突破之後 各位 當它向上突破之後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來 這個是不是昨天 是不是一個杯柄的一個形態 好 那突破之後呢 來各位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一個解讀 3月19號 各位 當它在這個地方 頸線的位置是9633點 當它已經突破之後 問題來了 當它是一個杯柄 但是又呈現一個上身 泄行的一個形態的時候 各位 那你的機會來了 應該在至高點 你就要有所動作了 各位 這個是不是阿豪在節目上 我一貫的一個作風 我一貫的作風是什麼 我要把我所看到的 那跟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來預先做一個告知 讓各位觀眾朋友來檢驗阿豪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有經驗的一個從業人員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對於加權指數的一個判讀之後 實際上我們要有所計畫 來 那我們昨天公開的跟我們全國的一個觀眾朋友 所做的計畫是什麼 我們再做一次回顧 來各位 阿豪在昨天3月18號禮拜三的時候 是不是跟各位報告 4月的台子期 它就是很明顯的 它是呈現一個頭肩底 各位 什麼叫做頭肩底 來 這邊是左肩 這邊是右肩 那頭肩底 它是一個多方的一個形態 多方的一個形態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它 如果往上去做一個突破的話 各位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勁的一個往上突破 來我們來看 今天是3月19號 來是不是做一個比對 頭 左肩 右肩 頭肩底 它有沒有往上突破 那往上突破之後 它是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勢的一個上漲 那這時候你就會跟我講了 好 我就是要檢視你誠信的就是這一塊 你昨天跟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頭肩底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講 你昨天有多單流倉 然後今天大賺 各位 我在這個地方 公開的跟我們全國的一個觀眾朋友 包括說我們的會員朋友報告 我昨天沒有任何一筆多單流倉 好 那你這樣子講 讓我們感覺你是一個 確實說的跟做的是有一樣的人 沒錯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專業從業人員最重要的一個動作 好 那你說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明明昨天分析是對的 它是一個頭肩底 今天會往上去做一個突破 那你今天做的是什麼動作呢 各位 我們今天做的動作是我們要找到一個高點 去做一個聚集的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什麼動作 來 我們這會來看 你剛才說一個從業人員 他既然有這個機會 坐在這個檯面上 誠信負責 這個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最重要的除了誠信負責之外是什麼 你要應用你自己過往的一個交易的一個經驗 幫會員朋友真的把機會從這個市場上 把錢放到口袋裡面 來 那我們今天 我們做了些什麼動作 讓這會來看 各位 今天的早上9點02分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都收到了這個指令 4月的台子期 9738到9740這地方 我們去不空一筆 昨天晚上道瓊工業指示 是不是呈現一個大漲的一個格局 那今天呢 今天直接就跳空開高了嘛 但是跳空開高 我們在9點02分的時候 我們請所有的會員朋友 在9738到9740這地方 去做一個佈局空單的一個動作 來 9點02分是在什麼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的會員朋友就收到了 那實際上 到了9點06分的時候 是不是來到了9742 好 那我們佈局的這一個空單 是不是就已經100%完全沒問題 穿價成交了 好各位 那成交之後呢 來我們看全圖 成交之後呢 我只能跟各位講 這只是淺纏一口 為什麼 那成交之後呈現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看到右邊這圖 各位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成交之後 在這個地方成交之後 沒問題嘛 穿價成交之後啊 到了9點36分的時候 是不是慢慢的殺下來 殺下來 殺到了多少 9720點 各位 你看到的這個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會說 喔 老師 你那會員實力這麼堅強喔 當你們去空的時候 指數就真的這樣子跌下來喔 各位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報告過很多次了喔 與其說 這 我自己也覺得啦 這絕對不是我們會員的實力 可以達到的一個狀態 我只是在做什麼動作 我只是把我所看到 市場上的一個共識 我預先知道了 對不對 那我預先知道了市場上的這個共識之後 我領先告訴我們的會員朋友 讓我們的會員朋友 能夠在對的時間點 去做對的事情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讓會員朋友 能夠把這個市場上 把錢放到口袋裡面 所以讓個框子蓋 來 好 是不是在9點02分的時候 我就領先的告訴我們的會員朋友 在9738到9740這地方 去佈局空單 並且在9點06分 當指數來到了9742點的時候 那沒問題嘛 已經佈空完畢了嘛 會員朋友手上都有空單了 那有了空單之後呢 各位 那我們看到右手邊 有了空單之後 接下來怎麼去做一個發展 到9點36分的時候 指數是不是下跌 來到了9720點 到了9720點 也就是在9點36分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跌了20點下來了 跌了20點下來之後 我們做什麼動作 來 9點36分 今日9738到9740的空單 是不是先做一個 獲利回補的動作 再等下一筆進場通知 什麼時候 9點36分 9點36分 來 我們再對一次喔 9點36分 當時的價位 是不是來到了9720點 跌了20點 我們是不是做了一個 市價回補的動作 那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裡的時候 會有一種感覺 那也不過才跌了20點 為什麼要這麼急著 要去做一個回補的動作呢 各位 在這市場上 領導永遠是對的 當你在這市場上 你身為一個領導 領導著會員 在這市場上去打拚 在這市場上去抓到 把機會抓到 我們會員朋友的口袋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有那種把握 領導要永遠是對的 各位 我們回過頭來看 如果說這一筆空單 我們是不是空在什麼地方 來 兩個看看 空在9738到9740嘛 如果我們有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在9點36分 是去做一個回補的動作 並且跟會員朋友報告 來 先做一個獲利回補 然後再等下一筆進場通知的時候 各位 如果我會員朋友手上 只有一筆資金的話 那這一筆 我沒有先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那我拿來 可以再做這個動作 來 10點52分的時候 在9760到9762這個地方 我們再去空一筆 再布空一口 各位你看到 你看到 你看到在哪裡了吧 來 9738到9740 是不是先空 先空完之後 跌了20點 是不是先做一個回補 回補完之後 再等下一筆通知 那下一筆通知 我們是空在更高還是更低 我們是空在更高的地方 各位 那你瞭解這個是什麼意思嗎 來 我們再看一次 來 我們看全圖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已經先吃到一口了 但是殺下來在9點36分 我們先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先做一個獲利回補之後 那接下來 我們在更高的地方 在9760到9762這個地方 再空一筆 各位 如果 好 空在這個地方 再殺下來的這個地方 沒有叫會員朋友 先做一個回補的動作 各位 那本來賺錢的 不就又變成是賠錢的嗎 因為這一筆空單又成交了 那這一筆空單成交之後 你如果在這地方的空單 沒有回補 那你空在這 你哪有資金在空在這地方 那你是不是本來賺錢的 變成是賠錢的 好 各位 那這一筆空單 我們在9760到9762 放空的這一筆空單 我們後來是做什麼動作 我們在1點25分的時候 在9755的這個地方 我們先行做一個 回補的一個動作 這兩筆單 我老實講 我只能夠用潛藏第二口 這兩筆單 老實說 真的是30幾點而已 真的是沒有什麼獲利 所以我把它用以審視 潛藏 潛藏而已 就是說讓你去嘗試到那種 把錢放到自己口袋裡面的動作 不過我們是說的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行情 今天的行情在11點以後 你如果真的能夠賺到20點的話 你已經要拍拍手了 所以各位 好 在這地方 我所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來 一個從業人員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運用他的經驗 在這個市場上 帶領會員朋友 把這個市場上的錢 放到會員朋友的口袋裡面 所以各位 即便今天的一個行情是這麼樣的一個狹隘的一個行情 但是我是不是能難運用 我的一個經驗 我們能夠掌握住的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 我就是盡量的請會員朋友 把錢從這個市場上放到口袋裡面 那各位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我也必須要非常誠懇的 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來做一個報告 4月的一個台子期 從3月13號到3月19號 這一段時間 它的波動高達494點 可是如果以我們的一個操作模式的話 各位我們不可能全部掌握494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用蠟長式的一個操作嘛 所以蠟長式的一個操作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掌握 我們再去做一個比對 各位 各位我覺得一個從業人員 他最重要的誠信負責 來 這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3月12號跟各位講 複合式的一個擴散蟹型機會來了 複合式的一個擴散蟹型 來我們再看一次 指數如果彈高到蟹型上緣的時候 要做什麼 要去打開 來3月12號 3月13號隔天 有沒有真的來到這個蟹型上緣 那來到蟹型上緣的時候 要做什麼動作 當然又是另外一段大腸的開始嘛 好 那另外一段大腸的開始 當然要進場去空啊 那空完之後呢 各位 那隔天3月16號 各位從蟹型上緣 一百點耶 殺了一百點耶 是不是又殺了一百點 那殺了一百點是什麼地方 不就是這個一百點嗎 好 各位 那殺了一百點 如果說只是在電視上講一講 然後實際上沒有帶領會員朋友去做的話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不合格的一個從業人員 嗚個嗚 沒個沒 那我們是怎麼帶領會員朋友的 來 我們來看 3月16號 我們是不是請會員朋友 來 3月16號的早上8點55分 我們是不是請會員配偶上週成交的一個空單 我們先請做一個回補 好 9551做一個回補之後 指數快速的往上拉抬了34點 大家看完之後有沒有一種感覺 說老師你們的會員實力真的這麼強大嗎 各位 已經跟各位講過很多次了 這不是我們會員朋友的實力 只是領先知道這個市場上的一個共識 那我請會員朋友再領先去做一個佈局 那佈局完畢之後 事後這個市場上的一個共識是不是呈現出來 那你就會覺得說 哇 你們的會員朋友怎麼都這麼厲害 可以補在那個最低點 那補完之後就拉抬上去 不是啦 只是阿豪領先知道市場的一個共識而已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 是不是上週的一個空單 我們先行做一個回補之後 那回補之後呢 我們要在更高的地方再啃一口 在3月17號 3月17號來 我們是不是在9641到9644這個地方 再去佈局一個空單 各位這麼做有什麼好處 當你41只有一筆資金的時候 空了嘛 上個禮拜已經空了 空完之後禮拜一殺下去先行做一個回補 回補完之後來 這筆資金是不是抽回來了 那抽回來之後隔天是不是在更高的地方 再空一次 兩個看一次 3月17號是不是在更高的地方再空一次 同樣一筆資金啃了兩次 是不是在這地方再空一次 各位是不是又殺下來 那殺下來這一段我們把它做一個總圖 來 各位 這是不是就是阿豪講求誠信 我是不是領先跟各位講 而且確實帶領會員朋友去做一個操作 各位這一段殺下來100點 回補完畢之後來 隔天再自高點再空一次 各位這一段殺下來又是100點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波動一共有494點 但是阿豪絕對不會跟你講 我幫會員朋友賺了494點 因為我們能夠掌握到的 只是領先高速至高點 並且帶領會員朋友在至高點的地方 去做一個動作 這一段 一百點 這一段又是100點 所以我們的一個操作模式 是不是就這樣子 同樣一個方向去做一個操作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在電視上 他運用他的一個經驗 並且他是一個有誠信 他運用他過往的一個經驗 負責在這個市場上 把錢 抓到會員朋友的口袋裡面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合格的一個專業從業人員 有資格坐在這個檯面上 那第四點是什麼 各位 第四點 我們必須承認 確實要有運氣的成分存在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你的經驗非常豐富的話 那你運氣的成分就可以佔少一點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講到這個地方 你不妨用這個角度 檢視阿豪 檢視你其他的一個專業從業人員 是不是真的有這種資格 來帶領會員朋友 在這市場上 真的來或做一個 獲利的一個動作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要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那今天已經創新高了啊 那接下來的行情 我們又該怎麼去做一個掌握 先休息 等一下再回來 屈松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 計算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Z 生活更happy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顾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征兆 使命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这一天你的投雇 顾德投雇 挣扎最容易 超级城市 Super 2 全民买得起 板桥三字头 机会不再有 全民买得起的 超级城市 Super 2 超级城市 Super 2 超级城市 小级城市 波图 稿佛又告诉我 只剩下三分钟 但是我这三分钟 还是要把非常重要的事情 跟我们全国的一个观众朋友 报告得非常地清楚 来各位 我们来看到 昨天R是不是跟各位讲 四月的台子期 它很标准的呈现了一个左肩 右肩 标准的一个头肩底的一个行情 它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形态 好那多头的一个形态呢 各位今天是不是让各位看到了 左肩 右肩 头肩底 突破之后 哇今天是不是做了一个 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拉抬 好那一个拉抬之后呢 我们要再继续往前面看嘛 各位这个地方做一个放大 这个是你最喜欢的形态 各位它在极短线的角度 它呈现了一个扩散泄型的一个形态 来我们再看全图 各位 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它是一个头肩底 但是从一个比较围观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扩散泄型 各位扩散泄型 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应该感受到那种 肯拉肠的一个乐趣了吧 所以明天应该怎么做 扩散泄型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要知道怎么做 好那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 当它呈现一个扩散泄型的时候 它又呈现一个拉长的一个形态了 对不对 好那拉长形态的时候 讲一句比较白话的 它就是一个盘整的一个形态 各位那盘整形态呢 除了指数期货之外 更重要的是什么 来盘整出标股 在盘整的形态里面 更是很多标股会展现实力的一个时候 所以各位这时候除了小口 除了大口啃拉肠之外 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掌握住会标的一些个股 来我们举例 这个是我们今天带领会员朋友 新会员朋友进场去做一个操作的 来各位 这档个股呢 各位头肩底非常 你知道它的实力了吧 这档个股 它也呈现了一个左肩 右肩 非常标准的一个头肩底 各位那仅限在这个地方 头肩底正在酝酿中 各位 那你是不是要掌握住 这样的一个标股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已经请会员朋友 进场去做动作了 来 今天是3月19号 这档个股 它量价巨扬 西波涨市即将启动 持股暴老 但是如果说昨天 新进的一个会员朋友 可在这个价位 37.8到38.2 来建立基本的一个持股 各位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建立基本持股 有没有一种 现买现赚的感觉 那为什么它会有 这样的一个形态 各位它除了头肩底之外 它是第二波 嘎空的一个指标股 这一波 涨得最票悍的 都是一些嘎空的股票 像8086的一个红杰科 够票悍吧 那个是第一波 接下来这一档个股 它就是第二波的一个嘎空股 各位真的想要去掌握住 接下来指数 应该怎么样去啃大厂的 怎么样找到聚集点的 包括说这两个股 你真的有兴趣来参与 嘎空股的 各位 明天开盘之前 把电话拨通 你马上就会做 开盘前立即来电 马上就会做 感谢你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大狂风来了 重车免打档 免打档住车 超大酒香 平顺安稳 父母放心 大人开心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拥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这一天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全球关注数位经济的发展 云端和大数据资料库 更是当中的一环 桥顶去年的营收 达成了成立以来的新高记录 桥顶是强调 今年将会推出新的产品 来拓充云端新版图 云端功能越来越普及 不论是苹果主打的iCloud 或是上班族必备的Drawbox 深根云端领域多年的桥顶 在欧亚大陆市场持续成长 目前更接获日系大厂订单 今年将开始进入收割期 桥顶去年营收38.18亿元 年成长率达5.6% 达到成立以来最高 今年在云端 多媒体及监控部分 会有新产品推出 抢攻全球市占率 李志恩强调 业绩在第一季虽然表现较弱 但在第二季起将逐迹成长 我们想说多媒体 其实是跟video streaming有关 所以后来想说 既然是video streaming有关 监控也是video streaming 所以在监控这一块 我们也就开始投入 当然就是云端 我们既然大家在谈云端 我们不可以缺席 深根云端产业许久 李志恩透露 3月初参加伦敦云端博览会时 发表全新产品线VSKY A系列 今年会更专注在云端储存锁定 与大型资料中心市场 逐步完成桥顶云端三部曲的拼图 陈二平成为右台